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如此 洪金宝还动用了自己手中的黄金剧组组合 黄英 黄炳耀和司徒浊汉 但唯一的缺害就是刘关伟此前对于导演的尝试并不乐观 也严重影响了他的资金拉拢能力 老板何冠昌只允许给他450万成本 也正是如此 阴差阳错下 洪金宝动用了刚刚归入他麾下的林正英 并且给和他有一面之缘的小伙子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 钱小豪得到了参演《僵尸先生》的机会 电影上映后大获成功 开启了《僵尸大时代》 方才还在顺流武侠没落的钱小豪也搭上了僵尸的顺风车 靠一部电影就跃居一线 从此活了整整十多年 钱小豪的人生前半段是幸运的 自由习武打了一台 报考少事训练班 还未毕业 就被张撤破格录取 人生刚要缓速就遇上了僵尸先生 映书走后 钱小豪还搭上了李连杰这个大IP 但后半段的秦小豪就如同多年后拍摄主演的《僵尸》中的台词一样 有人说电影里的剧情很荒谬 越烂人生比电影更荒谬 港片示威直接导致钱小豪的低谷 在白爪挠腮之际 现实媒体报道说 警方抓到一名偷拍女孩群体风光的色魔 不过随着新闻的发酵 钱小豪因为偷拍被警察押上警车的事情也随之被曝光 与此同时 警察在抓到了钱小豪之后 还从他的相机中翻出了一千张群体风光的照片 后来 钱小豪为自己开脱说 他是喝醉了酒 心情不爽 一时做了错事 连钱小豪的好友张之亮也为他背书说 钱小豪是个好人 他只是因为醉酒而慌疼了一次 这正是让旁人的人想信都不敢信呢 喝酒误事手一抖能一下拍出一千张照片吗 一千张照片日积月累也要攒个数日数月 这种忽悠傻子的开脱和王岛逼动了年轻女孩之后 闭眼开脱说是喝酒误事被人恶意针对了 有什么区别呢 不过事情的后续还是有些让人想不到 警方在手握证据的情况下起诉了钱小豪 然而因为受害者无法提供有利的证据 所以钱小豪被无罪释放 正是可怜的那些被偷拍了还无法成功维权的穿裙子的女孩子了 回想起这位13岁打了一台 16岁做男主角的钱小豪 到最后竟然被一宗这样的罪名身败名裂 这是令人唏嘘 而同样令人唏嘘的是还有钱小豪的漫漫感情路 引婚郭秀云 儿子改名改到自己叫不出 钱小豪的第一任妻子名叫郭秀云 十足的大美女 郭秀云家境殷实 母亲的家族世代从事珠宝生意 父亲在当时有一个海洋馆 出身在这个家庭的郭秀云 虽比不上李嘉诚和鸿燊等顶级富豪 但仅抑郁时穿金带银 同样也能用含着金汤池出身来形容她 不仅如此 郭秀云的外形更是出色 她身材挺拔高挑 凹凸有致 脸蛋又清纯可爱 说她是高配的夜运仪都不足为过 1985年 当秋生在僵尸先生里迷倒了女鬼的时候 同样被迷倒的 还有这个极万千宠爱于医生的郭秀云 和其他女孩一样 爱美又自信的参加了华裔小姐 选美竞赛 并且叫上了自己的朋友李嘉欣 结果两个人竟然全部登上领奖台 李嘉欣斩获冠军 郭秀云当了季军 成名后 李嘉欣进入了演艺圈 郭秀云一如是 成名后的郭秀云 次年就参演了王晶的电影 《捉鬼有先公司》 电影中 郭秀云不仅初次摄影 就有大量出镜 王晶还特意让郭秀云与邱树珍同台标戏 见美专家王晶成不起我 仅仅两年后 郭秀云就碰上了自己的心上人 那时的秦孝豪正直巅峰 刚刚拍摄完 《僵尸至尊》 还未遇上李廉杰 也没喊出那句 我命由我不由天 女坠男 隔参杀 更别说郭秀云这等极品了 钱小豪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就被俘虏 两人在夺宝奇谋中见面 1990年秘密结婚 那一年郭秀云就已经大了肚子 1990年8月份 钱小豪大儿子出生 也就是那个时候 郭秀云做了一件让其他人都不太理解的事情 一个出生名门 且以为人母的郭秀云 竟然参演了几部风月片 然而电影中虽然郭秀云被舞得严严实实 但片方当时还是把她的画像当成头版 印到了海报上 并且期间还多用钱小豪妻子做宣传口语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郭秀云是被骗了 毕竟资本家欺负女明星的事件已经屡见不鲜 但郭秀云做的另一件事却是板上钉钉无法开脱 在拍摄风云片的同时 郭秀云还拍摄了一组写真集 初解罗赏 照片中的她有抱琵琶半遮面 屋里看花让人欲罢不能 凶猛的身材更是一览无余 后来尽管郭秀云并没有破格演出 但艳星这个名号还是被扣上了 不知道郭秀云是因为对婚姻失去信心 才有如此大胆举动 还是说钱小豪因为妻子的无私奉献恼羞成怒 1993年钱小豪与郭秀云婚变 对外宣布离婚 隐婚身子又离婚 当时香港媒体就已经乱作一团 钱小豪之子的去向也成了媒体最关心的话题 然而钱小豪的儿子确实不省心 光是名字就让人一头雾水 起初他名字是紫云 后来爷爷觉得不太好听就改成了浩然 六岁的时候又看风水先生 赶名成其夫 父母离婚后 钱小豪与郭秀云开始了儿子争夺战 郭秀云想让儿子掌管家族企业 在家里帮他找一个衣冠半职 但儿子却对演艺圈感兴趣 而这也得到了钱小豪的支持 后来钱小豪又将14岁的儿子名字改成钱锦峰 把他送到了韩国当艺人训练生 进口到香港出道 2008年郭秀云又以借有助他读书成绩为名 将其名字改成了有前途 后来随着郭秀云嫁给了钢铁大王 庞顶元之子庞杰之后 由于庞杰没有儿子 所以又改名成了庞景峰 兜兜转转这一圈改名 不仅绕晕了所有媒体 就连父亲钱小豪也曾感叹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儿子叫什么名字 在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前小豪曾颇为惋惜的说道 由于这段失败的婚姻 导致自己丢失了与儿子增加感情的机会 成为了自己的遗憾 不过郭秀云嫁给庞杰之后 两人的动作似乎就平息了 关系也缓和了许多 如今儿子开始尝试在娱乐圈打拼 和前小豪的关系也冰释前嫌 合作了生化寿司 在活动中也是抱在一起 像是在弥补以前的时间 二婚 邱倩明 儿子只爱赛车 不爱钱 与郭秀云离婚后 前小豪爱上了邱倩明 吃了一欠的前小豪 还与之拍拖了整整七年才结婚 邱倩明是圈外人士 但深受媒体称赞 被封为居家西施 虽然贵为明星家眷 但邱倩明却不失粉带 简装出行 性格低调 不争不强 甚至在前小豪2000年爆出 偷拍事件的时候 不仅不离不弃还勇于站出来支持自己老公 这可谓是得此妻者 夫妇何求 但比起妻子的温文尔雅 儿子的性格就比较个性了 前小豪与邱倩明2001年结婚 婚后育有一子 前英德 这家伙外貌比不上改了N字名的 庞锦峰 所以前小豪也没想过让他进军娱乐圈 只是希望他能做幕后 但前英德11岁时候就爱上了赛车 看见方向盘就放不开手 并且于学生时代开始就多次参加赛车比赛 后来前小豪不仅没有强迫儿子 顺从自己意愿 反而和孩子一同飙车 想必也是吸取了上次失败婚姻的教训 给予儿子更多的空间 现在回看起来前小豪坎坷的情史就如同自己的人生发展一般 被豪们美女青睐 坠入爱河 婚后仅仅三年便分道扬镳 甚至上演了离婚大战 二婚妻子变成了一个郭秀云的反面 虽然平庸 但是踏实 前小豪曾说过 刚入行的时候自己拍一部电影就能拿到一两万 拍几部就能买一个豪宅 也因此义无反顾的把弟弟钱佳乐带入行 现如今当年带出来的钱佳乐 仍然唤迹在银台幕后一线 时不时的出来做个主演 而已经57岁的钱小豪 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豪气 曾经80年代就主演邵氏电影 现今50多岁 竟沦落到阎王大 小豪子变成了父亲 秋生变成了师父 那个热血青年也学会了陪伴儿子 或许这就是人生吧 而今经历两段婚姻后的钱小豪 已经年近六旬 精力主要集中在经营婚姻和家庭上 曾经的梦想被现实埋葬在逝去的时光里 回归平凡 他也许不再是这样的明星 但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好的作品